威央 今天可真亏了你 不然 我可就糗大了 公主帮过我这么多忙 这点小事又算什么 威央 刚才真是大快人心哪 九妹 你可要好好谢谢威央 那当然 倒是你 遇上这么个刁蛮任性的公主 你可得好好想想办法 杀杀她的威风 不然 以后可有你受的了 你还不是一样 柔然王室复杂 你嫁去那边 可要时刻小心了 我不跟你们说了 我先走了 这件事情 真的没有办法改变了吗 照九公主的性格 嫁到那边的话 一定会吃苦的 王松贵胄 尊贵荣华 岂会没有代价 这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交易 没有任何人可以抗拒 包括我在内 你也不想娶安乐公主吗 哪个男子 不想和自己心爱的女子在一起 我不会轻易妥协 如今不过是权宜之计 殿下娶了安乐公主 一定要好好地对待她 女儿家 婚嫁 关系着一辈子的幸福 那我的幸福呢 薇杨 我 我喜欢的是你 殿下 总有一天 我会迎娶你 做我的王妃 薇杨是很感激 殿下的多次相邦 但是薇杨 从未想过要嫁给殿下 从今天开始 你最好认清事实 这一辈子你只能成为我的女人 你喜欢的男人 只能是我 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 陈子好大笑 你最好认清事实 我看你 殿下 放开我 难道我眼睛 都看着薇杨欺骗薇扬扬吗 我要告诉薇杨真相 我要告诉她 薇杨就是杀害我母妃的主谋 殿下 如果您把真相 告诉了薇杨姑娘 就怕薇杨姑娘 在南安王面前露出破绽 如果南安王因此事针对殿下 殿下便无还手之力呀 我顾不了这么多 我只要薇杨平安无事 那太子妃娘娘的死呢 锦慕太子的死呢 这些都不管了吗 殿下其实也不用担心 虽然南安王 对薇杨姑娘不怀好意 可是薇杨姑娘 也未必会上当的 我必须要在全世上 压过拖把鱼 我才能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现在皇上依然看重殿下 太子的属下 也表示会支持殿下 只要假议时日 殿下不是没有义争之力的 现在殿下必须要忍耐 现在南安王羽衣丰满 如果与他作对 并不是明智之举啊 高阳王殿下 原来在这里啊 王子找我有何事 本王来呢 是想告诉殿下 本王自问从未看错过人 却唯独看错了殿下 本以为殿下 志气高洁与众不同 却没想到 也是一个贪图美色 有眼无珠的小人 我敬你是贵宾 也请你说话深言 你给薇杨带来的伤害 我迟早都会逃回来 我迟早都会逃回来 既然是比武 就应该有点赌注 你想赌什么 金财宝对咱们来说 不算什么 要不然咱们来点特别的 你想怎么样 如果你输了 就罚他 仗则五十 我要是输了 就由我的侍女代售 我们比武 关别人什么事 怕输就算了 什么 我会输给你 好 赌就赌 不过 我不需要打你的侍女 你要是输了 就不许再找卫央的麻烦 一言为定 公主 卫央 别担心 我们会赢的 你 要是输了 公主 公主 陀巴迪 你输了 来人 把这里喂羊拉下去 仗走五十 喂羊 你们别逗他 喂羊 陀巴迪 你们喂人 可以说话不算话吗 不像我们柔人 既然说到就要做到 不可言而无信 要是再这样 我就去告诉父皇 这是你先要鄙视的 就算闹到皇上那儿去 我也不怕 喂羊 喂羊 住手 喂羊 喂羊 你怎么样 你没事吧 只是打几下而已 公主不用担心啊 安乐 你太过分了 我们走 喂羊 对不起 我不知道安乐公主这么厉害 我 是错 就是你害的 公主 你能不能不要胡闹了啊 你是公主 没人敢责罚你 可喂羊呢 她就是个换一局的宫女 你的 你要再这么闹下去 非整死她不可 是 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的错 我 我 公主 来 别管她 你 你 怎么能这么说公主呢 难道我说错了吗 她除了能惹事之外 还能干什么她 你可知道 她为什么这么做 她完全没有必要去招任安乐公主的 她只是为了要替我出气 想时时刻刻保护好我 照顾好我 可你又知道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九公主 她很喜欢你 非常非常地喜欢你 所以不管你是李家的养子 还是柔然的王子 她的心意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只是因为你的一句话 她就把要保护好我 当做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她生怕自己做得不够好 会让你失望 你看她对你一往情深 你怎么还忍心责怪她呀 那我问你 是不是有付出就会有回报 是不是 一直对自己喜欢的人好 就会换来她的轻心以待 你不喜欢九公主啊 公主真的是一个 很好很好的女孩 我 好了好了 不提她了 对不起啊 这件事情因安乐而起 她自小娇生惯养 我这回回去 会教训她的 让她以后都不能再欺负你了 行啊 没事的 他们既不如人 关我什么事啊 如果一开始说不起的话 就不应该招惹我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故意行事伤人 到底是想干什么 总之 你要再敢伤害魏央 休怪我不顾兄妹之情 爹下 不认识 现在李游阳怎么样 幸亏原类王子及时赶到 威央姑娘只是受了一些轻伤 她一个柔然公主 为何三番四次和宫里过不去 听说威央姑娘 是说了对柔然不敬的话 恐怕没那么简单 殿下 不管怎样 安乐公主这般不饶人的性子 如果她真的有一天 成了殿下的王妃 恐怕 她能不能成为本王的王妃 还不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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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